初分的煩惱的 上品里面的上上品 上上品的时候 那个时候就是第一初获得了 我们所谓的这边叫远离了 所以这个来讲说他说什么呢 在此时也是初次获得了对峙的之分 此时得到对峙之分的最初 或者最初获得了对峙之分 在这边开始 后面有很多的福生大师的与众不同的解释 我想说我们先内心有一点的理解 我再细细的再去做这个地方 因为这个地方我们会讲到三个之分 主要三个之分 一个是叫对峙之分 还有说什么我们说功德的之分 和什么是禅定之分 有对峙之分 有功德的之分 有什么有禅定的之分 所以这个所谓的功德是什么 就是获得的殊胜 获得的好处 有什么有 比如说这个地方有获得乐 有获得喜 那有什么有对峙的之分 有寻 有施 还有什么 有属于禅定的之分 就是什么就是旁边的禅定 或者我们所谓的禅律禅定 或者所谓的定 就是这个五福 属于来讲 它分的这三个之分 那最初获得有漏的 属于有漏的禅定当中的 获得了对峙之分的时候 有什么是在于 在什么 在于远离 远离 远离 因为远离禅分 好像听起来不好听 就是在最诸禅定的 禅分当中 所谓的远离这个禅分呢 什么是获得了对峙上上品的 那不仅仅是上上品而已 是有什么上上 上中 上小 或者上下也好 或者上小也好 那这两个的话 这个阶段都是什么呢 都是所谓的 所谓在远离的这个阶段 而第二个是什么 第四个是什么 是折乐嘛 是不是 折乐的时候是什么呢 是在这个时候呢 如果对于属于三者 中分的任何一个的对峙 那就是什么叫折乐 对不起 我所谓的色乐 获得了 有获得一点点 有 因为什么 他开始获得 断除一点点的 这个安乐了 色乐了这样子 那为什么来讲的话 他就是说什么 你看后面的这个用字 是很重要 他说什么呢 他说 因为我不知道他这个 为什么要翻这个 蒙醋的意思说什么呢 这个来讲的话 意思在藏文的意思说什么呢 他再来讲这个说什么 是刚碰到 接触到 刚初次碰到一点点的这个安乐 一点点的安乐 那有人会问说 那为什么前面不是已经有断除了 那个上上 上中 上下 等这个他不是有安乐 不是不是 因为这个时候是什么 是 中的这个时候 为什么他会说 他获得了一点点的 这个功德的之分呢 或者安乐 喜乐的 喜乐的这个之分呢 因为 他属于我们常常讲说 你看他是不是有九品 有九品的 上品 中品 下品 各分三的时候呢 这边是什么 三分之二开始对峙了 大部分对峙的时候 所以他升起来的热的时候 比较出分了 比较可以碰到了 前面是有热 可是我们还不属于说 是在于获得那个 那种 大热 因为那时候是烦恼跟对峙的 二者力量呢 是什么 是 对峙的力量弱 烦恼的力量大 那现在到一半一半的时候呢 他已经开始是 对峙的之分的 他的热受多了 烦恼的力量开始减弱的时候 所以他说什么 他不是完全获得了 去除掉 欲界出分烦恼的喜乐吗 他是 出谋 刚才碰到一点点那个 好像对到 可以对峙到那种烦恼的喜乐了 为什么 因为他把 比较大的力量已经压制了 对峙的力量把它撑高了 多的时候呢 这什么 这个时候碰到了 所以 这个时候我们来讲的时候什么呢 这叫色乐 获得了一点点 他应该说 已经 获得了一点点的那个热处 一点点那个喜跟乐 他没有完全获得喜跟乐 他没有获得 看到一点点的那个甜头 那个甜头才刚碰到 那个好处刚碰到了 那 这个时候他为什么会有一个叫观察 因为到 这个两个阶段来讲的话 当这个经过的时候呢 因为他对峙到三分之二的时候呢 比较初分的欲界的烦恼都已经 应该说 初分里面的当中的初分 就是初分里面当中 都已经对峙完毕的时候呢 他那时候会有错觉 或者会有一种感觉说什么 我是不是对峙到了 所有的这种的烦恼 我是不是对峙到 所有的这些欲界的烦恼 会有一个说 我是不是到了某一种程度了 我是不是已经把 已经获得了禅定了 我是不是已经获得了 那种所谓的止了 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用的这个词会是什么 他叫做什么 要观察 为什么观察呢 他那时候会特别针对 或者说什么呢 对一些那些比较近的 会生起烦恼的 会生起这个来 而去做检测 或者要再检测内心的时候呢 说什么呢 他会说什么 对那种比较容易 生起烦恼的这个项 而去碰的时候呢 而发现说什么 在这个时候 我们要去做观察 所以会不会生起 所以大家看后面 他是不是说什么 他说 而后 当已断除六品欲界烦恼 现行 想 或已断 这个是 一直翻译错误 他不是或 他不是或 他是说 我到底有没有断词 这个不是在藏文 因为这个 这个词有时候是 可以当问号 有时候可以当或 不能说他 用词是错 是在这个当中的解释的意思是 是错 他这个地方不是想或 这个是说什么 我在那个时候是 他会怀疑说 我到底有没有断除 所有一切的欲界的烦恼 我有没有进出 一切烦恼的时候呢 他会生起 会有这样子的产生 或有这样子的疑惑的时候呢 所以他会什么 他在这个时候 在这个时候呢 他会什么 那种 更容易让自己 或者说 以自己去检测 会去思维说 那我到底有没有断除一切来讲 或者说什么 去碰到那些的静 或者去思维那种 仁义的来想的时候呢 我有生起还是没有生起 我内心有起心动 还是没有动的时候 在这个时候 他会去做一个什么 就是观折 或者观察 叫观察进分 所以这个时候呢 他没有特别的 对峙别的也好 他也没有特别的去什么 获得什么的 新的断除的 这个功德来讲也好 到什么 到加行究竟什么 最后的对峙嘛 最后的对峙是什么 是欲界的 小品 当作可以分 又小上 小中 小小品的 这个欲界烦恼的话 所以我们是什么 常常 以后大家也会 我们常听到说什么 是 是不是用 大粗粗的 应该说什么 是 小小的对峙 要对峙 大大的烦恼 而到小小的烦恼的时候呢 我是用一直是 已经上上位的 那种的 对峙力才会这样子 要反过来思维 就是我 最初的时候 我们是对峙什么 是上上品的烦恼 而要对峙 小小 就细细品的 下下品的来讲的时候 那个时候的 心事已经是 大大的了 来讲的时候呢 那加行究竟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对峙了 欲界的 初分的烦恼的 最后的 下下品 不管是下下 应该说下上 下中 还是下下的时候呢 这个阶段我们叫什么 我们叫加行究竟 而当对峙去除 获得了什么 获得了喜 获得了乐 获得了这种所谓的施 巡 获得了什么 禅定的时候 这五个之分都获得的时候呢 我们等于获得了什么 获得了加行究竟过了 加行究竟过 也就等于说什么 也就等于是 初禅定的阵型了 所以他这边来讲的话呢 后面是不是说什么 那 如此观则 见己未断 下三品 欲界烦恼 现行而休息 彼之对质 只观双应余且 既是加行究竟的作业 是不是刚刚讲嘛 就是刚刚的小品的 这三个来讲呢 那总而言之 得初禅定的 禁分的圣解作义 与初禅天的禁分 所设的圣关同时 这点显然是解心要庄严书的义趣 什么来讲最后的 弗仁大师在这一个阶段来讲的话呢 那 我们刚刚讲的 那可以知道说什么的话呢 那 应该可以说什么呢 应该是说什么 总而言之 在获得 初禅天的 禁分的 柳相 应该说是圣解作义 与什么呢 获得说初禅天的禁分 所设辞的 所设辞的 所那麽 官所设辞的 这一个禁分呢 是获得是什么 是同时获得 这是什么 这是解心要庄严书 贾朝杰大师做于书记 把它写下来 整理的时候呢 这个是 所有的 就是 以 格鲁派所 依循的 宪官庄严论 主要都是依着 解心要庄严书 而做的 好 那我们 应该来讲的话 目前来讲的话 应该是先解释到这边 所以大家 可以知道说什么 我 简单简单做一个总结来讲 是什么 是 了相跟圣洁的时候 都还没有正对峙 都是还什么呢 一个是为了获得官 而做的努力 和一个是获得官 但还没有对峙 而当对峙了上品的 欲戒烦恼呢 那是什么呢 那时候我们讲做叫 远离 当对峙了中品的时候 我们叫什么呢 我们叫 应该说 我常常想要说 这个叫说什么是 不是 色勒 而 这中间 因为当我们色勒 结束 他为什么呢 因为 大部分的 初分的都已经遮止的时候 会有一个疑惑 或者有一种 想要简责自己说 那我到底有没有去除掉 所有的这些的烦恼 这个时候的那个禁分 而需要做座役 那叫什么 我们叫观察 而当 当什么呢 观察到说什么 我还是会有起心动念 我碰到这些禁 我还是会有一些的浮躁 我还是有一些动摇 有一些烦恼 还是跟着升起的时候 这个还是什么 有 昏尘 还是有调局 什么等等 这个有来的时候 那我要去对峙的时候 再对峙这种细微的 是什么 下品的时候 那时候就什么叫 夹行就禁 而在夹行就禁 而获得到正行的时候 我们叫什么呢 叫 夹行就禁 过了 也得到正行 可是这什么呢 这是在有漏的阶段 大家要记得是有漏的阶段 如果我们用走什么 我们是走无漏的阶段 或者用走是 以这个来讲的话 他就不用这样子 他就不用依着这种方法 他我们下个礼拜再 因为经书没讲到 我们下个礼拜再跟大家介绍 说什么是 用无漏的方法来讲 他是怎么用来升起 或者乃至 走着无漏的道 不代表说他马上就变无漏 大家不要误会 我们要走无漏的道 他是为了走无漏的道 可是他还是用有漏的心事 因为无漏的初始生起什么 是在见到 那我们怎么从初 要经过资粮到夹行到 才会到无漏的时候 他是走着无漏的心事的方向 可是心事本身的本质是有漏 大家不要误会 我们所谓的走着无漏 不代表他马上就变成 无漏的心事那样子 这个是我们下个礼拜 会跟大家做更详细的介绍 所以这个礼拜 比较是在说什么 在跟大家介绍的是 有漏的禁分的升起 跟他的相貌 所以大家 应该要 这个礼拜 如果回去复习的 要比较清楚了解什么 叫做 从初修业者 一直到夹行究竟 他到底是在指什么意思的话 大家要比较清楚 他以后也举一反三的是什么 是说什么 第二 二禅天的禁分的了相 一直到夹行究竟 也是一直推累 到三禅天四禅天 一直都是跟这个一模一样 一模一样 都不会有 一样的道理 就是只是分 对峙的烦恼的差别而已 道理是一模一样 没有任何的差别 好 那我们今天先到这边 那样子 大家就请合掌回向了 那样子 因为大家一定是什么 我们说在书胜月的 我说 所做的这个努力的话 你看我们 如果在别的时间做的话 我们今天做的话 它是有百倍有千倍的努力的话 大家也 请记住的 一定要说我们 发愿的越广大越好 特别是什么 我们所做的这个是 听闻思维 讲说修持有关是 佛陀的般若经 这个是有关佛陀的般若的 这种所谓的 显异的这个县弯的次第来讲的话 所累积的这种的功德 或者福报是 比任何的东西都为 殊胜跟为大的时候 那我们做越广的 特别是说如果可以的话 那我是为了 离一切如母有情 可以获得正等觉的果位 所以很特别 不管在这个当中 我可以帮助所有六道友情 不管是 长生者也好 往生者也好 都可以得到此利益 愿消三丈诸烦恼 愿得智慧真明了 普愿醉障西消除 世事常行菩萨当